我想如果當時有做比對 我當然會把複注跟參考論文都填上去 我想這是基本的道理 所以我在學輪會的出席聲明的時候 我也特別針對這一點的寫作瑕疵 我認為這是瑕疵形成的原因是當時時間較短 或者資料較多 所以有些引述的論文來源 沒有做複注 那這不是抄襲單一篇論文形成的 那也沒有抄襲的意圖 所以我當時就在書面跟口頭 都向學輪會致歉